穿掌 左脚踮脚 白和两手 好了 来一遍 来 提手 好 两手打开 往前下打击上势 好的 转 穿起 踮脚 再来一遍 来一遍 前下打击 转 穿 连几奥 头高 在这个位置上 下屎 你看 在传统羊儿台上 它是掌心向前 虎口向上穿 手指向上 下手是采展 那么它和竞赛超过的不同 大家想想都会练四十 是吧 竞赛到四零 掌心向内涩 但是在传统当中 恰恰不同的地点 刚才咱们做了一个上市 那么和前面的击 那么和前面的击 前面的击 离击 产生的动作效果 把对方打的是往哪跑 直线往后跑 这是你的目的 第一个击 那么下边这个击 把对方往哪跑 坐地下了 你看 平击和下击 两个不同的方向位 产生两个不同的效果 那么第一 第二 白河亮师 右臂的内旋 这是阳师 以哪为利点 虎口 中指为岭 虎口为利点 穿起来什么意思呢 从你那一转 一到这儿 你看 这么穿起来 这个手往下一踩一掌 下边那脚 不客气 攻击在对方下三路 起脚 踢 那么和竞赛套路不同点 他在哪 一穿 把对方隔维架起来 这手一踩对方的一 另一手 这脚 砰就出一手 攻击在对方的下 所以咱们分了上 中 下三路 那么攻击在哪 而攻击在对方的下三路 也就攻击在对方的 当作 所以你看 啪 传起来 他是这样的 我再做一个 你看 这么轻 从起尸到收拾 能够打到35分钟 包括竞赛套路 40竞赛套路 我们打到40分钟 其实咱们比赛就5分钟 56分钟 就咱们的40 我们打到40分钟 那就看你的功力 就看你的动作 你能不能 用腰板 你的腿一点一点往前跑 这样练出来的就是实在的 你看 咱们的弓步 我往前 弓腿 我一点点往前压 那么也就是说 从后脚 掌心 脚心一直到桥前 到脚趾 那么我手 从这开始 从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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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点掌握 筋压 那么也就是说 从后脚掌 前 脚心一直到桥前 脚 到脚趾 那么我手 从这开始 从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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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膀 你看 注意这个 所以在这里头 我提醒大家 练羊时代 注意三个圆 臂圆 胳膊是圆的 腿圆 微曲的 一个夹脚撂圆 这个夹脚 一定要是圆 你看 它永远是这么圆 它没有一个成死脚 也就是说 你的肘关节的弯 和肩关节的弯 一定要保持一个圆 三圆要紧 栽一个死 三个形要紧 手形 步行 身形 比如咱们昨天 有个老师 身背五重 他不是说 让你弯弯的坐 它是什么 圆的 近似一向的公平 近似一向 前腿是弯的 后腿又是弯的 身体不是 二十 它是在 生理状态上 自然问题 但是两点 是在一个 垂线 当然说 你记住 有的是老师说 我记住 必须得练成直的 你看这不是难为他吗 人的正常 直立 但是不是让你前腹后眼 自然产生一个脾肢状态 所以你要记住三个形 和三个圆 那么你再做动作 请你一定要 尤其是第二个 好 今天说到咱们推手了 因为今天有时间再说点 因为咱们同学都想着 有些对 你看我一搭手 实际就是这个动作的一半 那么这个动作实际是什么的一半呢 您现在看看你这新羊鹅 实际这个动作是你阴阳鱼的一半 你看啊 来班长 你做这个动作 第二个 好 是不是这个时候对着这个走 你看这是这么一个动作 第二个 对吧 这是鱼头 这是鱼尾 那么我一做 你看 自然形成一个什么 形成两个鱼 你看我们俩一样正好两个相反一样 鱼头鱼尾 我鱼头鱼尾 是吧 所以你看 实际杨师太鱼尾处处体现了 就是什么 以圆为补 以弧线为补 以曲线为补 大家注意到这一点 那么这个动作基本上你就 能掌握得特别好 你看 骨口咱们往往很多人忘了这个了 你看我这个大拇指啊 你看 这错了 你自然撑开 你看 我保持它应援 胳膊没有直的时候 当你要伸直了 我肯定是该往回走 不是伸直了 再回来 那就太晚了 所以这点大家注意 还有一个刚才练的过程当中 平挤的时候 横离挤岸 你看我最忌讳的动作出来了 哪个动作最忌讳的 对了 对了 你看几个老师马上就知道 这是最忌讳的 因为我肘关节一起来 肩关节肯定往上起 那么肩关节和肘关节一起 马上牵扯的一个最大问题是什么问题 哪个老师说 我肩关节和肘关节一起是产生一个最大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了 力 这是一个 它那个力点 这个回去 对 肩关节和肘关节的一抬起 产生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你不行你就自己做了 你肩关节肘关节做平的 平肘 这是一个 还有 最后一个太极臣的呼吸是什么 气沉什么来的 肯管这三天在哪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现在是胸腔呼吸 现在肯定胸腔呼吸 为什么 红膈膜上升了 你很自然 你这个呼吸肯定在这 对吧 但是如果你把肩关节和肘关节 在这个状态下你沉下来 你给你一个什么感觉 你觉得自个儿一下这重量都下来了 所以肩关节和肘关节的放松 也就是沉肩垂肘的目的在哪 实际是为了促使你的横膈膜向下降 这样把你的呼吸量加大 呼吸量加的横膈膜向下降 它不是腐蚀呼 不是胸腔呼吸 是什么呼吸 这就是昨天咱们谈的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你的太极圈的动作 因为它的沉肩垂肘 引起你的横膈膜的下降 造成了你的胸腔的扩大 增强了你的肺活量 那么也促进你腐蚀呼吸 那么腐蚀呼吸以后 通过呼吸 对你内脏起到一个什么作用了 各位 按摩作用 对 按摩作用 所以对消化系统起到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所以有些人 我有胃病 那您就练太监 确实要好 而且练完以后 你的食量 食欲增强了 是吧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肩肘关节 对于一个人能够正确的掌握动作 产生一个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效果 有非常明显 所以大家注意 一定要肩肘关节垂下来 再做就比较好多了 好的 下面我们再练一遍 再接着看